电脑会挑土豆很厉害了 在电脑考得上第一志愿吗 2011年日本的研究团队励志 要让AI人工智慧 在十年内考上日本排名第一的东京大学 五年之后 这个计划成功让AI在第一阶段的全国考试当中 就考到了平均值以上的分数 但这个成绩上不了东大 更别提第二阶段考试更难 AI连及格的分数都碰不到 计划已失败告终 在此同时 中国在2017年宣布 AI医生小一通过了中国国家议事的考试 满分600分 只要360分就合格了 但是小一可是考了456分了 这表示中国的AI技术发展的比较好吗 有一说认为这跟出题方式有关 东京大学考试题目比较火 但中国医师考试主要是被多分的知识题 要比记忆体 人脑比不过AI 有没有听到两个妈妈在比小孩谁 考得比较好的感觉呢 想开更多 记得按赞加分享